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使用XXX来帮他们获得自己理想的身材 结果我发现,叫Candis的健美运动员 在长期使用XXX,她的胸部逐渐变平 并长出了一个一英尺长的下体 Yo,what's up guys? 今天继续和大家聊聊90年代的健美女王,丹尼斯的故事 丹尼斯在被逮捕后曾提到 在从96年开始的这段传教经历过后 她曾于2001年再次进行训练 并尝试重新回到健美舞台 但却因为停止续练太久 再加上已经过了竞技的巅峰年纪 她并未在任何比赛中夺得耀眼的成绩 后来她便染上了毒瘾 于2013年被警方逮捕 并查出此时的丹尼斯患有严重的躁愈症 从丹尼斯的93年退役再到她的01年回归 在这8年期间 女子健美在伦达的带领下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 随着更多的人走向职业健美的道路 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使用肋骨唇 来帮他们获得自己理想的身材 这其中也不乏有很多女性 与男性使用者不同的是 女性在注册了肋骨唇等激素类药物之后 除了可能会引发脱发 皮肤变差等常见副作用 还有可能会使其外貌特征 及声音开始变得男性化 显然 丹尼斯所出现的脏胡子 及躁愈症等副作用 都是因为他长期使用肋骨唇等激素类药物所导致 在看过了丹尼斯的转变之后 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 像这种雄性类激素药物 到底会对女性造成多大的改变 它会不会影响女性的生理结构 我也是抱着同样好奇的心态 在网络中搜寻一番 结果我发现 曾有一位叫Kandis的健美运动员 在长期使用肋骨唇后 不仅长出了胡须 改变了声音 更令人出乎预料的是 他的胸部逐渐变平 却长出了男性的下体 据Kandis称 在长期使用肋骨唇后 他失去了对男性的兴趣 并长出了一个一英尺长的下体 但在他尝试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时 这个所谓的一英尺长的下体 却起不到任何作用 可能视频前的很多机灵鬼要问了 既然肋骨唇可以让女生长出下体 那么同理如果男性使用的话 会不会使原有的变得更长 虽然在发生关系时 起不到任何作用 但长一点起码看起来帅啊 想到这里 我便安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找出这件事情的真相 在翻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后 我该很确信地说 Kandis所说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下体 而是一个增生了的因地 只不过外形看起来 确实很像一个软了的下体 这里就解释了 为什么Kandis 在与女性发生关系时 她却起不到任何作用 而且Kandis也并没有长出胆胆 换句话说 她只是生理特征 看起来像是一名男生 但却还是维持着原有的女性结构 如果大家和我一样 对知识有着无限的渴望 好奇那到底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去P站 搜索AOK2015 作为参考 回到我们的主线故事 大家可以看得出 在被逮捕后的丹尼斯 脸部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男性特征 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丹尼斯的这张照片 虽然已经找不到具体的拍摄时间 不过外很肯定的是 这些照片一定是在她93年退役之前拍摄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 此时的丹尼斯胸部已经开始雄性化 可能很多视频前看得仔细的朋友 这个时候要问了 明明上期丹尼斯在女子健美比赛时 还是有很丰满的胸部 然而为何这些照片中 丰满的胸部又消失不见了 其实丹尼斯在参加比赛时 她通过手术的方式 向自己的胸部中植入了填充物 对于那些不知道的朋友 在女子健美中 向胸部植入填充物的这种做法 其实算蛮常见的 而她们使用的填充物 也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分别是龟束纸 软胸糖 和最常见的龟胶 其中龟束纸 是大多女性健美运员的首选 这种材料在植物后 不仅看上去真实 手感柔软 并且对比其他种类的填充物 对树脂相对会安全一些 但即便是这样 通常在完成植入手术后 医生还是会建议选手 休息六到八周的时间 才可以恢复正常训练 显然 丹尼斯在过去 也曾向胸部中植入这种填充物 故事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 丹尼斯在现在 无疑是在为他年轻时的 无知和利用药物来买单 然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身为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业余健体运动员的我 都了解使用此类药物 所带来的副作用 曾获得奥塞亚军的丹尼斯 也必然知晓 他将来所要承担的后果 然而他还是去选择了 追逐自己想要的身材 所以 丹尼斯除了吸毒和拒捕以外 我对他的所有选择 都感到无比的尊敬 我知道对于女子健美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难以接受 但无论接受与否 他毕竟是一项竞技运动 选手们不仅要不断地突破自己 还要面临同一时期 其他选手所带来的压力 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认为 使用肋骨醇药物和吸毒 差不多是一个概念 其实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意思是 在90年代 当一位刻苦训练的女子健美选手 一心想要参加奥塞时 他发现场上的所有选手 都有使用药物 那么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除非他选择放弃 自己一直坚持的梦想 不过显然 我们本期的主角丹尼斯 并没有这样做 其实大家在YouTube中 可以搜索到不少 关于丹尼斯的影片 但是大多数YouTuber 都是嘲笑他一类用药物 才认为现在这个样子 完全是自作自受 但大家如果有仔细看 我上期的影片 就会了解到 丹尼斯的出现 处于女子健美的第三阶段 也就是和伦达处于同一时期 这个阶段的评审标准 开始更加注重维度 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伦达 很显然 如果丹尼斯决定要和伦达 争夺冠军的头衔 那么他就必然要使用药物 到了2001年 丹尼斯再次回归那个阶段 可以说39岁的他 想要再次回到这个圈子 甚至都要使用药物 这不仅是因为丹尼斯 已经过了自己的经济巅峰时期 还因为当时女子健美中 99%都有使用药物 但之所以 大家今天能听到丹尼斯的故事 是因为他至少曾取得过 女子奥塞亚真的成绩 可有与伦达正面硬碰硬的实力 其实无论是男子健美 还是女子健美 都有很多选手在退役之后 一直保受着药物的副作用 所带来的折磨 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 并未曾取得什么辉煌的成绩 所以自然也就没有人 关心他们的处境 可以说药物 帮他们拍上了健美这座筛峰 然而人们却只能看见站在山顶的人 爬到半山腰的人 就这样被埋没在山里 很多人认为丹尼斯的故事 并不需要非常下棋 更有网友认为 我是在故意拖时长 才在上级影片中 介绍女子健美的背景 我知道如果把内容 集中在丹尼斯的主线故事上 至少会缩短一半以上的影片时长 但我真的希望大家看到的 不只是丹尼斯面容上的转变 而是真的体会到一位活跃在90年代的 女子健美弄员 所经历的无奈 所以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把丹尼斯的故事讲得这么细 并介绍了有关的背景资料 因为对我而言 这真的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丹尼斯绝对不是被药物的副作用 所影响的唯一一位女子健美弄员 但他的故事 却可能是唯一有机会被大家所听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